買樓上車100%說得贏 實贏的是不是 Well 廢青實在聽太多朋友相信買樓上車實贏 答案是不是真的實贏 如果你本身都有買開樓的話 又或者你已經做開投資 已經成為一個廢青交易員的話 那你肯定已經知道答案了 答案當然是 No 世上哪有百分百賺錢的方法 有 都是搞笑的 你不是相信 為什麼上車買樓不是百分百賺錢 看完這條影片你就會有答案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廢青 這陣子忽恆就開始做一個全新的playlist 講買樓的主要focus都在港樓上 即是香港的樓市 如果你都需要買樓上車 或者廢青能夠叮一叮叮醒來 一些買樓的概念的話 那就千萬不要錯過這個playlist 條影已經放了下面comment的位置 看完這條片一會兒再追 有什麼買樓的概念想廢青分享一下的話 就在下面comment的位置告訴廢青 好啦 我們開波了 再強調多一次 今天廢青講的只適合在港樓上面 究竟其實買樓是否一個sure win的工具呢 答案就是世上根本就沒有一個sure win的工具 即使其他人能夠賺到錢 都不代表你入到同一個市場 你都能夠賺錢的嘛 驚不驚到 就是說縱使那個市場 大部分人都能夠賺到錢 都不代表有你份的嘛 為什麼很多人都能夠贏到錢 而你是有機會輸錢呢 坐定定 看包吵的 留心啦 留心啦 好啦 我們一起看看這一幅圖 這一幅圖就是利家閣的地產研究部出的 那它的資料來源 就是土地註冊署的 那它就計了二手私人樓買賣的時候 究竟獲利的比例有多少呢 就是說上完車買樓之後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就離場了 那究竟贏錢是有多少宗呢 這幅圖的數據 就由97年直到2019年的 那你說2020年有沒有最新的數據 就當然有啦 不過廢青就懶得去找圖出來 因為的結果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好啦 我們看看圖 我們非常之簡單就會見到一個現象就是 無論過去10年 過樓市是升得多厲害都好 在二手買賣的比例裡面 其實是沒有一個時間是100%賺錢的 任何時間都會有人輸錢 只不過是由2010年去到今天來說 贏面是比較高的意思 而贏面是去到90%多的 即是說每100宗二手買賣都有90多宗 是賺錢的 其實你看清楚這個數字都挺誇張的 2010年有95% 11年有99% 1213都是99 即是每100單裡面有99單成交都是賺錢的 好啦 接著你會見到 由12年去到18年 其實交易量是低了很多的 因為政策所引致的 這個是 特別你會見到2013年突然一聲跌下來 是不夠2萬宗的 買賣登記 即是說不夠2萬單的交易在這裡發生了 那之後那幾年都是維持著 都是大概2萬多單的交易 我們回頭再看看 其實在05年 去到12年 這段時間 那個交易量是特別多的 即是說這段時間 其實炒賣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辣椒都少了幾條 在那個時刻 稅又比少一些 買完又不會鎖你三年在這裡要拿貨 所以對一個普通知識的散戶來說 炒賣機會是比較多的 只不過去到近年來講 就少很多 Anyway 我們說回賺錢機會 其實一幅圖看完 基本上任何時間都不會百分百 賺錢 對不對 在那個樓市跌勢的期間 即是97年 去到03年的時候 基本上 贏錢人 真的很少 少到 大概10%都可以 在00年 去到03年 這段期間裡面 賺錢人10個只有一個 只不過今期的樓市 升了十九幾年 所以賺錢 是2號L多 那你說未來的 將來的20年 會不會都是同一個狀況出現 廢青當然不能回答 想要跟策略行事 其實廢青就相信 輸的機會 不是只有那麼少 正常都會多一點 只不過 可能在交易裡面 就算少了一些交易的費用 一些commission 一些稅行 又或者甚至乎 可能那間屋 其實買完回來 是裝修了幾十萬 然後再用回差不多價錢 甚至乎是平手買出去的話 其實都是叫輸錢的 那這些情況就比較個人化 就不容易 去計算出來 Anyway 我們大概知道 過去10年裡面 買賣是特別容易贏的 好了 為什麼廢青會說 就算每個人買完之後會贏 你都很有機會輸錢 廢青就這樣躲在眼 想一想 最少都有三個原因 會令你輸錢 好了 第一個原因就是 持貨能力不足 可能突然間 公公一下 那間屋的租客 走鬼了 沒有幫你供 而同時間 那麼好彩 你份工又沒有鬼賣 沒有其他別弄失 去實行你供這間屋子 這樣你就會有機會 在低位都要 賤價賣給人 這個情況 特別容易出現在 做生意的廢友上面 如果你那麼好彩 疫情期間 你的生意 是受到影響 那你寧願賣走 自己的家 輸錢 也好 照賣 都不願意 放棄自己的生意的話 這個情況 就會出現 輸錢 是正常的 所以買樓要贏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持貨能力 好 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你都有機會輸錢 當剛剛好 儲了首期 上到車之際 突然間 一個意外 殺到你 不知道是什麼意外 總之就是 意料之外的事 突然間有意外的支出 要去付 還要逼到你 需要去買樓 如果在這個時刻 你沒有準備好一個 應急錢的話 其實都有機會GG 都有機會 在市房低位的時候 又或者是 市房不上幕都好 你都可能 因為 寧願減價 都要減錢 拿貨的數量 當然 如果需要 應急錢 不太大 的話 都可以 試一下 做二按 或者是三按 都好 如果已經去到 按無可按 的話 那就 輸 是正常的 第三個原因 就是買不適合 一些優質的 小屋 如果買不適合 一些優質的 小屋 它的升值 是真的 不是很多 甚至乎 過去十年 都可能是 沒有升 沒有跌 甚至乎跌少少 對呀 拿了幾年貨 都可以不升 未跌 現在很多人 都在這個情況 出現在他身上 只不過 當油價跌倒的時候 他不賣出 他寧願拿著 他也不賣走 這個是一般散戶 買股票的絕招 就算買 多不優質的股票 也好 長渣 長渣 再長渣 總有一天 蟹貨都會回頭 蟹貨都會有賺 可能在香港樓上 就算買一些 不太優質的樓 都有機會 可以蟹貨 都回頭 贏了少少 也不行 但是在股票上面 這個絕對是 散戶的 輸錢 絕技 這一招擺樓好 千萬不要擺在股市上 多多都不夠輸 其實只不過有部分的業主 買了樓之後 樓不升 未跌 所以他們才沒有賣出 這樣自然就會形成了一個很高獲利比例的市場氣氛 讓大家看到 去感受到 好像每個人買樓都會賺錢 明白嗎 所以買樓自住也好投資也好 你想買得安心 買得輕鬆的話 將剛才輸錢的方法反轉去 你便會知道應該要怎麼做 第一要增強自己的持貨能力 千萬不要把所有錢都交給了首期 第二就是要準備好你的應急錢 這個非常重要 不單在買樓上面 去做你人生其他規劃 應急錢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樣東西就是要學會怎樣選擇一些優質的物業 這個我廢青之後再出片跟大家細節分享 簡單來說 如果你投資的話 當然是買一些 supply比較少 demand 會繼續增加的物業 那就最好了 這個就是價錢會升的一個基本原因 好了 其實除了廢青講的三個原因之外 還有很多原因可能你都會想到 都會令到我們買樓會輸錢 如果你想到第四五六個原因 可以在下面comment的位置 告訴廢青 和廢青多多交流一下 其實 一定有的 看看你能不能想到 想不到就看看其他廢友 看看他們有什麼答案 只要你懂得逆向思維 想想 將所有輸錢的原因 反過來 他就可以 幫你 一例避開 怎樣會輸錢 二例 它就是你賺錢的機會 所以廢青經常都說 逆時期間 有危便有機 只是在乎你怎樣去看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句放到最後 明白的就明白 廢青逢星期四六都會出YouTube的教學 如果喜歡廢車教學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廢青都希望能夠在 未來的五年裏面 改變到你的思維 讓你財富上 有增值 拜拜 下條影片見 我好 我來 io 我來 對 我喜歡